据福克斯新闻网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红主播唐莱蒙 于24日宣布自己被解雇 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欢呼称 电视上最蠢的人唐莱蒙终于被假新闻CNN解雇了 就在同一天 福克斯新闻主播塔克卡尔森也被解雇 特朗普则对他的离开表示惊讶 称他是一个非常好且有才华的人 在美国舆论中 福克斯新闻网被认为是亲共和党媒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被认为是亲民主党媒体 福克斯新闻网称 特朗普24日发文庆祝了CNN解雇唐莱蒙 好消息 电视上最蠢的人唐莱蒙终于被CNN假新闻频道解雇了 我唯一的问题是 他们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关于唐莱蒙被解雇的原因 福克斯新闻网称 可能于今年2月 唐莱蒙发表过有争议的言论有关 他当时称 51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时期 因为他主张75岁以上的政治家 必须参加一项强制性的认知测试 发表过此番言论后 他遭到了CNN总裁克里斯·莱特的责骂 谈及特朗普与唐莱蒙的恩怨 福克斯新闻网称 多年来两人发生了多次冲突 特朗普最初在2017年给唐莱蒙起了一个柠檬的绰号 2020年 在唐莱蒙嘲笑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之后 特朗普称 莱蒙不是一个聪明人 后来 莱蒙在他的每期节目中都会以抨击特朗普作为开场 莱蒙离开CNN的同时 福克斯新闻宣布卡尔森也将离开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 特朗普对此感到很惊讶 我很震惊 我很惊讶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非常有才华 他的收视率非常高 特朗普24日在节目采访中说 另一方面 卡尔森被解雇原因和特朗普有着紧密的关联 美国国会山报称 在卡尔森被解雇的前一周 福克斯新闻因被指在节目中毫无依据地指控美国投票机制造商操纵大选 与日前支付7.8亿美元与对方和解 而这一争议言论出自卡尔森的节目